战斗惊心动魄 但俄军这次的缴获很特别 后果很严重 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乌方对俄境内发起的最大规模一次越境袭击 俄罗斯认定 这其实就是披着马甲的乌军 但乌方则认为 发动越境袭击的是俄罗斯志愿军 他们意图解放俄罗斯 这与乌军无关 俄军摧毁的破坏小组的车辆 一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现在炮弹坑中 一些还基本完好 成了俄军战利品 俄罗斯指责是乌军干的 这是越境恐怖袭击 乌军说发动袭击的俄罗斯志愿军 是要解放俄罗斯 这与我们无关 美方说 谁干的我不知道 有美国武器被俄缴获表示怀疑 哪怕有图有视频 美国就是不承认 总结一下看法 第一 这是一次自杀式的攻击 这些越境攻击的士兵 真的很悲壮 他们发动的是一次绝望的攻击 毕竟 按照目前的俄乌力量对比 对俄境内发动攻击 基本上是有去无回 凸显了当下俄乌局势的残酷 如果真是俄罗斯志愿军 他们这样的结果 让人不胜感慨 如果是乌克兰军人 阵亡了还不能被承认 更让人唏嘘 第二 也暴露出俄边境线的重大漏洞 一支不小规模的装甲车队 突然攻入俄境内 还一度占领多个俄罗斯村庄 与俄军展开对峙 确实也暴露了俄边防线上的重大漏洞 第三 冤冤相报核实了 前一天 俄罗斯宣布拿下巴赫木特 后一天 俄边境地区就遭遇越境攻击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应该还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乌军认定 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博弈筹码 那不排除更多更猛烈的攻击 让战火烧向俄境内 毕竟按照乌军的逻辑 俄军能进攻乌克兰 为什么乌方不能越境反攻 我们还看到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暧昧态度 尽管反复声明 每些武器不能用于袭击俄境内 尽管被缴获的每些武器 已是板上钉钉 但美国就是装作不知道 就是死活不承认 面对这样的美国 感觉俄罗斯也是无可奈何 所以说 美国的承诺 真是承诺吗 这样的仗 还要打多久 还要死多少人 真的为那些死难者可惜 可叹 他们也是儿子 还可能是丈夫 是父亲 但他们走上战场 他们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这是怎样的家国悲剧 可怜乌冬和编谷 多少春归梦里人